这是中国美术史上最诡异的一张画 至今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解读 我是花小二 今天来聊南宋画家李松的 具有魔幻主义色彩的骷髅幻西图 这幅画的最左侧是一女的 正在阻止一个小朋友往前爬 右侧是一个妇人正在奶孩子 中间是一个大骷髅 提现木偶一个小骷髅 旁边堆放着行李 妇人面对着骷髅的淡定 和小朋友的欣喜以及人物关系 引起了后世的各种猜想 根据这幅画后面黄公王的提拔 就是画福春山剧图的那位老先生 他理解的是货郎用编系法的手段 把自己变成个骷髅 来吸引小朋友的注意 以此来营销他的商品 左侧这个女的和现在的宝妈的动作是一毛一样 在商场遛娃的时候 在玩具店的门口 一般都是把娃强行拽走 那么该画就是反映了宋代货郎 脱家带口游走于乡间村头的生活写照 如果按照黄公王的理解 这货郎外面照的可是透明包纱 也被称为素杀产衣 这种高端品牌可不是走劫穿下的货郎穿的 后面她媳妇也是穿的用用花柜 一桌烤酒插竹花戴耳环的 气质这一块绝对不是个脆花级别的 旁边的行李水葫芦 长柄雨伞等器具 也不是货郎的商品箱 于是有人推测 这骷髅是夫人死去的丈夫 出于对丈夫的思念 就幻想她在身边 因此用骷髅的形象来区别生与死 以此表达事过境前 50人非生活变化无常 但是画面左侧这位女子的身份 又该如何解释呢 还有从李松的经历来分析这幅画 她是一个南宋的宫廷画师 小的时候是一木匠 所以画了不少反映底层社会的风俗画 类似火狼图啥的 她基本上经历了南宋后 即到灭亡的整个过程 感受到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南宋 对比民间气候和宫廷繁华 生存和灭亡或许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当然还有用道家的奇悟 乐死和佛家的寂灭涅槃来分析的 包括庄子的死为休息 身为一劳的观点来诠释的等等 但不管作者本意如何 这幅人物画在中国美术史上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因为它涉及到了死亡 这是在中国文化中是比较禁忌的话题 极少有作品讨论这类内容 再有就是中国古代绘画中 已经能够准确的把握人体结构了 这可比达芬奇刨芬研究人体早200多年来 我是画想二 点赞关注了解面画背后的故事